美国总统拜登将在来临星期三迎来上任100天 根据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的最新民调发现 有超过一半也就是52%的美国人认可拜登的工作表现 支持度高过前总统特朗普上任100天后的42%的支持率 政治分析员认为拜登之所以略胜一筹 是因为他学会谨慎承诺并且言出必行 他学会议很重要的原因 一种不全你体验扶能成功是 他们被执罪得很纯粗。 注意力量的形勿列表现 很多人以为他们认为 说:"他就不会做到一样". 一切局会有200多万美国人的調查 脸上的美国人 能够使得非常容易 所以在那桌面上,他却上的高额 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 64%的人满意拜登的抗议表现 不过大多数受访者不赞成 他在美墨边境移民课题上的处理方式 只获得37%的支持率 政治分析员也认为 拜登执政接下来的挑战 就是大型基础设施计划 究竟他能否如当初所承诺的实现两党制 修补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分歧 挑战重重